好继续来看到议员吴建制则是针对六代一路结合5G 希望县政府要由主计划来推动重大建设 让各局处首长能够依循推动智慧计划 吴建制议员在定期会是提出了六代一路结合5G建设花莲的大方向来做直询 并且要求县府一级主管能够各自就业单位 在未来5G运用上的发展方向进行说明 这个希望我从第一个会期就提到六代一路 那希望县府能够尤其是我这次特别针对行政研考处的部分 对于县政府的一个总体的规划是重重之重 要结合各局处都能够一起动起来 那希望这个借由这一次的一个每个局处一分钟的报告 虽然相当的简短那这个不是很满意 但是目前是还能够接受 那未来我也会继续的监督好这个各 我们各局处事 他们对于这个这个未来宪政的一个总体规划 那希望他们能够这个这个说到做到 在第一个会期 还有在之前这个县长也有提到 就是说有带于这个这个远传 远传公司 特别做这个5G去请义 那希望他们去请义完考察完回来 能够有具体的措施 跟进一步的这个规划 那针对这个这个希望县长能够 那个减少下乡的次数 最重要的是因为活动实在是太多了 希望县长能够把重心能够规划 在于这个县政的总体规划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现在 徐县长对于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社会公益 健康 医疗 等等 老人照顾 包括儿童的这个照顾 非常做得相当的好 那唯一美中不足的部分是 令人诟病的是 大家对于这个县长的好像都没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规划建设 那这是比较遗憾的部分 所以我在这个会期希望能够监督我们花莲县政府 能够在对于这个希望能够跟中央争取大型一点的建设 多一点的时间 留在县政府做一些具体的一个规划 记者林杰花莲采访报道